大家好 在本章的课程中 我们了解了酒店品牌的来源 定义 作用 以及价值等内容 在这节课 我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两家知名酒店品牌 来探索他们的发展历程 揭示他们的成功秘籍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景江酒店 这个我国第一 世界第二大规模的酒店集团 景江酒店是目前中国连锁酒店最大的一家 2019年 公司门店数高达8600余家 客房数高达87万余间 其酒店体量约是第二名的华筑酒店集团 和第三名的首履酒店集团体量之合 从酒店来看 景江酒店的规模排名全球第二 仅次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 景江是具有8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族品牌 曾获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商标金奖 上海市著名商标 集团注册资本为20亿元 早在1929年 景江酒店的前身 景江饭店就已落正 景江品牌创始人 是我国著名民主爱国人士 早期女企业家董竹军 他最先是在解放前 在上海开办了景江川菜馆和景江茶室 建国后又在景江两店基础上 创立了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景江饭店 他曾说过 我从不应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不应冷落而怀疑幸免 亦不应年迈而放慢脚步 这正是体现了景江集团不断发展壮大的拼搏精神 回顾景江集团发展历史 从1993年成立 发展至今 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多次变革 大体上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10年 景江集团成立于1993年 并于1996年在上交所上市 是中国最大的酒店集团 也是国内饭店首个输出管理的酒店平台 在2010年以前 景江酒店的主营业务是星级酒店和餐饮食品 酒店业拥有新亚大酒店 建国宾馆等星级酒店 餐饮业拥有集业家 肯德基等著名品牌 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至2015年 在这一阶段 公司将新级酒店业务 如新亚大酒店 建国宾馆等全部制出 并置入了景江之星 达华宾馆等经济型酒店业务 但此时 公司的酒店业务定位在中低端 经济型酒店面临严重的成本上涨压力 盈利能力不强 需要向中高端酒店转型升级 第三阶段即2015年至今 在2015年至2016年间 公司耗费了约240亿资金 先后并购了法国卢浮酒店集团 柏涛酒店集团 及维也纳酒店等等 主打领域由经济型的酒店 转变为中高端酒店 一举成为中国中高端酒店市场领导者 未来还将重新拓展中高端酒店品牌 在大幅并购下 公司酒店规模也迅速的增长 酒店版图扩张到了国外 紧将国际化进程也是中国酒店业最快的 公司经历三次并购后 形成了四大系列酒店品牌 第一是卢浮系 卢浮酒店为欧洲第二酒店集团 在全球46个国家拥有超过1000家酒店 为公司海外品牌的主力 第二是紧将系 其主要包括紧将之星 紧将都城等品牌 以中低端经济型酒店为主 第三是维也纳系 该系曾连续7年蝉联中国连锁酒店 中端品牌规模第一 装修风格偏向欧陆风格 在第二三线城市市场中拓展顺利 第四是博涛系 该系拥有七天酒店等经济型酒店品牌 以及利丰 哲飞等中高端酒店品牌 博涛系为仅次于维也纳酒店 全季酒店的第三大规模的中端酒店品牌 2020年5月 上海锦江集团完成了重大组织调整 将锦江都城酒店管理公司 维也纳酒店集团与博涛集团 三家公司合并为一个体系 撤销了三家公司的管理体系 成立锦江酒店中国区 确定了公司以品牌为导向 后台只能整合共享 锦江酒店中国区公司的成立 是锦江国际集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和全球大势变化 推进深耕国内全球布局 跨国经营战略的重要举措 回顾完锦江国际集团发展的三个阶段 才明白为什么江湖上流传有 天大地大到处是锦江这句话 锦江酒店的成功秘籍 正是在于该集团酒店品牌的多元化 齐全的酒店品牌矩阵 可以满足差异化的需求 有利于品牌异地扩张 品牌间也可以相互导流 还可以共享后台中心 摊薄固定成本 因此酒店品牌多元化 使锦江发展如此壮大 并大幅提升了锦江酒店的扩张潜力 正如我们前面讲的 我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了酒店业大国 但还不能算是酒店业的强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走进密营家 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国际酒店集团 洲际酒店集团 洲际酒店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酒店集团 它的总部位于英国 在全球拥有15个文明侠尔的酒店品牌 旗下拥有管理出租和委托的酒店 共计5900余家 共约883,563间客房 遍布全球约100余个国家 并且还有约1918家酒店 这次酒店创立于1946年 当时的放买航空认为 其航班不少目的地缺乏高素质的酒店 于是在巴西的Ballum开设了首间酒店Hotel Grind 1952年 美国人凯蒙斯威尔逊设立了假日饭店集团 1984年第一家假日酒店在北京开业 洲际酒店集团成为了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酒店集团之一 20世纪90年代 英国啤酒制造商巴斯全盘收购了假日饭店 1998年巴斯以29亿美元从日本Faysom集团手中 收购了洲际饭店集团以及187间单店 2000年赐资1.28亿英镑 巴斯获得了Sell国际有限公司属下59间饭店经营管理权 并花费8.1亿英镑 吞并英国波斯特豪斯集团的79家饭店 2001年巴斯集团出售酿酒业务 公司更名为六州酒店集团 在全球的利润额近8亿英镑 其中假日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单一饭店品牌 2003年六州酒店集团正式更名为洲际酒店集团 2009年大中华区成为独立业务单位 直接向集团伦敦总部汇报 2013年奢华雅典的上海瑞金洲际酒店开业 该酒店是州际在中国区的首家历史经典酒店 同年州际酒店集团欢庆大中华区200家酒店开业 2016年州际酒店集团在全球的第5000家酒店 纽约东城英迪格酒店盛大开业 2017年张家口荣城华裔酒店开业 标志着州际酒店集团在华开业酒店达300家 2019年州际酒店集团庆祝在华35周年开业酒店超过400家 从0到100家州际酒店集团在大中华区用时24年 从100到200家用时5年 从200到300家用时4年 而从300到400家仅用时2年 可见州际酒店集团在大中华区的奔跑速度越来越快 目前大中华区已经成长为州际酒店集团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自1984年至今已有36年历史 本土化战略是州际集团在中国市场上最亮眼最成功的秘籍 具体包括品牌的本土化 服务的本土化和人才的本土化 在品牌的本土化中 州际除了在引入品牌的过程中针对中国消费者的习惯进行本土化改造 还在中国市场推出全球首个为中国消费者量身打造的国际高端品牌酒店 华裔酒店及度假村 作为最早入华的国际品牌 州际在保持高速扩张的同时仍然不忘品质出行 在近年来不断的将特许经营模式引入中国 2020年8月 州际酒店集团宣布大中华区第100家特许经营酒店开业 这种模式使业主和投资人结合自身优势发挥了最大经营效益 看了景江和州际这两家酒店集团的发展之路 不知道大家对酒店品牌建设是否有所启发呢 在品牌竞争时代 酒店经营管理者不仅要在思想观念上高度重视品牌的重要性 而且要在市场实践中大胆探索如何合理管理品牌 来提升自身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好了同学们 景江和州际的故事我们先看到这里 你有了解的酒店品牌故事吗 一起在评论区分享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